华丽登场 为爱疯狂 美国专场 上海跟北京也待过 我的工作我也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我干来干去 最后就发现就说 你要面临一波一波的 财源风波 虽然我是幸免了 但是我觉得也活的 也不是非常的那个啥 对不对 有尊严 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 他穿一件白色的T恤 上面就有一个人在冲浪 他在滑滑板 然后那上面就写的 就是说California dream 然后那时候就说 我们就想着 这是什么样的加州梦 加州应该是充满阳光的 然后就过多少年之后 就说我应一个偶然的机会 然后我来到了这里 然后我坐着地铁 然后坐着Celtrain 骑着自行车 然后拿着地图 在归族四处转的时候 我觉得这就是踏踏实实的 就是我的自己的加州梦 平时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我上班的时候 把我的干干的事情干完 然后我回到家里 然后我就气上茶 开始喝茶 然后回家之前我吃了面 对不对 然后我就看个书 比如看一个陈思路啥的 就是我觉得我的心情 是非常平静的 所以就说 有人问我 就说他觉得说 读书能作为一种乐趣吗 当时就说 我还是非常诧异的 其实我觉得读书 确实可以是一种乐趣 就是说你喝着它 茶吹着风 然后你听着风铃的时候 你每天躺在椅子里 看着书的时候 那心情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悠然自得的 我觉得就是说 事前可能有一些 功名利禄等等的东西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他与我何干 对不对 如果我一个人 真的能悠然自得的时候 我自己的心情 能非常愉悦的时候 其实我这些东西 我都不在 九月九月 星期五号 都住在三地球 喝了在地球 我那我那玩意儿 唱一点 我就把村连过来 唱歌 然后我给大家献上一首歌 叫做《九神曲》 它是那个红高亮的主题曲 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唱一下 就说 秋月秋娘新酒 都是好酒出自咱的手 好酒 喝了咱的酒 此饮壮阳醉不愁 喝了咱的酒 上下痛起不咳嗽 喝了咱的酒 一人赶走 请沙口 喝了咱的酒 见了皇帝不可投 一四七三六九 酒酒亏一根歌走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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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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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引周外驾驶的乐趣 我觉得车就像好朋友一样 它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 嗨 大家好 我是田宇 今年28岁 我来自中国河北省秦皇岛市 我六年前来美国攻读会计硕士 毕业之后来加州工作 现在在南湾一家小的科技公司 当会计经理 我理想中的男生呢 是要有一个宽厚的肩膀 能够给人温暖的感觉 他最好是孝顺的 善良的 然后有责任感 要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我理想中的爱情 是那种简简单单的爱情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你对我好 我对你好 我觉得这样的爱情才会长久 我有很广泛的兴趣爱好 从小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新闻主播 大学学的也是新闻学专业 来美国之后呢 在研究生院的新年晚会活动 担任过主持人 我很喜欢文艺活动 从小学钢琴 很喜欢唱歌 平时业余爱好会跟朋友 去周围hiking 去海边晒晒太阳 就像现在一样 Enjoy life 如果您喜欢这位嘉宾 请尽快报名参与 《非诚勿扰》北美专场 好与它相识相知相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